世界超棒錦標賽 中華隊預賽第二陣 要交手委內瑞拉 結果一局下 委內瑞拉就放鬆好禮 先發Bentancourt 單局兩次投手犯規 讓中華隊並不協任攻下第一分 儘管三局下 委內瑞拉換頭 改用王Perez接手 反而是鄭重下懷 中華隊形成一三壘有人情況 歐子喬敲出內野滾地球 弱點相當巧妙 三壘手接到球 已經來不及 形成內以安打 中華隊取得2比0領先 但比賽後段 委內瑞拉打線蘇醒 四局上德電圈有人情況 Babalas帶中偏高的變化球 反方向扛出一發兩分炮 也讓比賽回到平手原點 而且五局上 委內瑞拉持續展現驚人的長城火力 累上兩位跑者的情況 又是石頭球被帶中 名臉一棒霸球 扛出 座外野全力打強壞 就是一發三分炮 委內瑞拉取得三分領先 危機時刻 中華隊先發 試圖力挽狂瀾 五局下二三壘有人情況 高評判掃出左半邊安打 幫助中華隊先追一分 接下來歐紫喬掃出強勁滾地 投手竟然傳向一壘 似乎是記錯出局數 也讓中華隊喜同天降 再添一分 中華面對一分落後 六局下 靠著安打跟失誤 加上故意撕壞 形成滿壘局面 關鍵時刻 莊博淵頂住壓力 選到保送 幫助中華隊追平 戰局 也把比賽拖入延長 其局上採取突破僵局制 先攻的委內瑞拉 靠著Ramos穿越安打 先攻下超前分 稍後Perez又補上打穿二壘防線的安打 回船時又出現瑕疵 這是安打讓委內瑞拉連拿兩分 也讓韋國小將士氣大正 狠狠吞下五分大局 儘管中華隊展現任性 其局下 靠著失誤跟守備瑕疵 攻得三分 最終還是以八比十敗下陣來 YT台 綜合報導